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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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仁 还有多名社运人士 有老人家就用轮椅带走 警方消息说 总共出动了20部旅游巴 每架可以载50人 第一架旅游巴在大约凌晨3点半离开遮打渡 之后载到去黄竹坑的警察学院 无线电视记者五惠惠报道 有集会人士表示担心被起诉 但坚持公民抗明 其实我有点害怕但我仍然留在那儿 希望更多香港人提出来 违法但这些事是必须要做的 一定要留守才会有打到警方那些决定的机会 有点害怕的 不过都是要的 因为共产党是没有好事 陈嘉欣在遮打渡现场 交给你讲下最新的情况 王丽国 现在警方的清筹行动进行了 已经挨近三个小时 见到遮打渡行人专用区 仍然有示威者留下 不肯离开 警方就是现在暂时 刚刚停止了那个清筹行动 暂停了 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就要 就着去建立一个新的采访区 作出一些安排 见到现场就是多个示威者 就是手翘着手 就是坐在地下 刚刚有一些示威者 情绪就比较激动 就向着警察就说 希望他们不要再用武力清筹 就说他们其实都是为香港好 也都有一些的示威者 一些年轻的示威者 就相信他是打电话 回家 他就说自己很害怕 也都是同时 希望对他回家 在场有一些 比较大的示威者 就是在场去安慰他 见到现在 仍然留守在 遮打渡行人专用区的示威者 很多都是一些年轻人来的 有较少部分就是一些年轻人来的示威者 之前有些示威者 就由于坐在遮打渡行人专用区太久 所以警方就是进行清场的时候 要出动到轮椅 就是将他们送上轮椅 再送上旅游巴 就说回今天的清场行动 前后是进行了三轮的 第一轮就是警方首先 就是抬走了 去下面的一些示威者 当中是包括 就是发起 今次这个 留下这个 即是 留下这个 即是 那道示威的 一个发起的团体 就是这个学联 一个秘书长 就是周永康 现在见到示威者 就一直喊着一个口号 就是8点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原定 根据他们的计划 都是 会留守在车站行人专用区 去到早上8点 他们认为 现在其实距离 他们的计划 离开那个时间 只不过 是剩下大概 两个几钟 希望警方 不要再武力牵牵 我现场报就是这么多 我们会继续留守在这里 跟着最新的情况 先交给新闻报 好 麻烦 而占据行动三个发起人 到黄竹康警察学院 探望被带走的集会人士 大耀廷认为 警方的清场行动不必要 我想我们都要跟被拘捕的人士 再了解这个情况 今晚其实那个 清场行动本身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同学们和市民都说得很清楚 即是8点钟一定离开 而按照我自己所观察 其实8点钟就未去到上班的高峰期 如果他们都离开 其实是不必要地 是动用警力去清场的 而至于如果真的发生了 因为要加速搬那些示威者离场 而又要领头、撕手、叉口 我觉得这些完全是一个不合乎比例的武力 如果稍后他们有机会被释放出来 那我们可能去看看他们会不会 身体上有什么受伤 那样东西 看看会不会都要在医疗方面帮助他们 但是我也希望的就是 警方都可以很快地处理到整件事 等他们可以很快回家 亲一游行队伍去到中环遮打道之后继续集会 多个团体代表轮流发言 文神说保守估计有51万人参与游行